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联社报导 有一间叫上海安春信息技术公司 有大量文件被上载到软件开发平台Github 从而揭发到这间公司收钱向世界各地政府发动网络攻击和摄取资料 目标对象包括香港政府部门和大学职公民 美联社报导也提到得到两个这间公司的员工确认事件 以及说公司和内地警方正在调查事件 我们也有上去Github看外市文件和档案 大概有七百分左右 要强调外市文件不包括这间公司透过网络攻击而得到的数据或资料 但是有很多公司的内部文件 就看到一些公司的产品施用手册 他们曾经和公安部签订的合约列表 以及有一些文件显示 这间公司曾经攻击的对象和员工的对话和截图等等 不如我们综合一下所有资料 又和大家整合一下这件事 首先就要介绍一下 这间上海安春究竟是什么背景 是一间什么公司 原来这间公司是2010年在上海成立的 属于民营企业 大股东兼董事长叫吴海波 公司的总部设立在上海 2013年成立了APT 即是进阶持续性攻击的网络渗透研究部门 2015年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产品研发中心 2018年又参与了公安部境外专案的网络攻击行动 又说多次主办公安系统的网安培训 这间公司又说自己和中国知名的互联网企业 公安部门等等都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主要客户是大型国企、政府机构、国家执法部门、军事机构等等 会为公安安全部门提供情报解决方案、讯息安全服务等等 业务覆盖范围包括31个省市地区 而根据美联社的报导 安培曾经在官方网站列出一些合作单位 包括全国各地55个公安部门 不过在事件曝光之后 官网已经提不到 这间安培又会提供什么产品和服务呢? 根据这个外产了的产品搜查 就说到他们有些技术可以拿到对方的Google、Microsoft的电邮权限 从而可以拿到他们的电邮内容 另外亦可以产取到一些目标人物的Twitter、账户的权限 而且可以操控目标人物的电脑、手机系统 可以做到一些截图、录音和记录下他们所监控的对象 那个键盘是输入的资料 这间公司另外会提供一种假的小米尿袋 表面上可以用来充电 其实是用来渗透WiFi系统 从而可以截取到对方的文件、定位或通话记录 做一种叫做自动化、渗透、持续网络攻击风波 刚才你说到这间公司2013年成立了一个进阶的持续攻击部门 专业针对一些境外特定目标进行网络的渗透和攻击行动 例如他们说到曾经入侵过印度的外交部、国务部和财政部 尼泊尔的外交部、国防部门和总统府 还有泰国很多的政府部门 例如国家情报国家、外交部、内政部等等 都持续被他们拿走机密信息 如台湾政府那样 声称有459G的建筑物和公路3D模型数据 都被这间公司洩取了 说完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不知道他们的客户包括是什么人 原来亦有一份文件看到 因为列出公司在2016年至2022年期间 原来都和内地不同省市政府 尤其是公安部门 最少签订了近100份合约协议 其中有一份合约被定义为秘密 显示解放军7012部队用48万 买入了这间公司的实训和实战平台系统 另外有不少合约都被定义为内部文件 合约金额由近3万到330万都有 好像河口市公安局曾用22万 要求拿出4个电邮数据 拉萨市公安局曾用330多万 买入电脑远程控制平台 损取邮件、Twitter取证平台 和渗透WiFi的直入设备等等 安信也有一份 跟新疆巴州公安局合作协议文件 见到公司很努力向公安局推销 为他们的反控工作提供技术支援 在文件中提到公司控制了很多国家的内联网 和邮件服务系统 包括巴基斯坦政府、反控中心 和很多警察局 按赋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邮件服务 还有说会针对敘利亚、乌兹别克斯坦 和伊朗等等的特定组织进行渗透 就说可以加强公安局对 为吾尔族恐怖行动的监控和管理 外市的文件除了揭露了这间公司 向世界各地的政府做网络攻击之外 原来连香港也有份被攻击 一份文件显示到 有79个目标被这间公司攻击 其中11个就是香港政府部门和机构 政府部门包括有考评局、食环署 文件显示他们的网站被合侵 考评局就像有姓名、电邮和地址外洩了 不过考评局回复我们说 局方的资讯和网络系统安全的措施一直有效运作 未收到资料显示有资料备度或外洩 会继续加强资讯保安 而食环署就回复说 资讯系统和网络最近没有受到恶意的入侵 也没有任何资料外洩的事故 另外也有五间院校中招 包括香港东华学院、教育大学、科技大学、 数人大学、中文大学的网站、办公网、 E-mail 权限被入侵过 不少洩密都在2019至2021年期间发生 好像教育大学怀疑有三激警的数据外洩 主要是目标的E-mail 数据文件 科大有部分院系大概有两激纪文件和邮件外洩 数人大学也有邮件和数据外洩 还涉及校方高层 例如校长、中国联络署处长、高级行政助理等目标 中大也有部分院系的姓名和院系的信息外洩 几间大学也有回复我们 教大说大学有多重防火场和网络安全设备保护 也会定期检视保安状况 暂时没有发现任何资料洩漏情况 科大说经常提升网络保安系统 过去几年被黑客攻击的个案因此大幅减少 经调查后也未发现2021年有任何资料外洩或被盗取 中大说未发现有证据显示 2019年有相关黑客活动会继续密切监测 刚才提到政府部门和大学 原来民间团体甚至电讯公司都出事 例如文件显示 已经解散了职公民 原来在2020年至2021年间 员工的基本资料 好像电话、email和护照号码 还有地址都外洩了 而安征员工的对话记录显示 原来曾经有这个地方的国保和公干厅 争取要职公民的资料 在2020年11月 有安征员工说 有这个河原的国保治安支队想要找职公民的资料 在这里也可以补充一下 所谓的国保就是以前公安部旗下的国内安全保卫局的简称 后来改名叫做政治安全保卫局 另一个员工说 这些资料由于已经被公安听 所以不会再提供给国保 除了职公民之外 文协人员的名字 地址和身体状况等资料 都怀疑外洩 另外文件又显示 这个PCCW 即是电信刑科 在2005至16年间 有用户资料包括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和用户密码都外洩了 和记电信也被指有用户资料外洩了 我们也有向这两人公司查询 等待他们回复 而CN专员工厨就回复我们说 没有收过相关外洩事故的通报 因为这次事件涉及不同国家 其实很多国际媒体都很关注这次事件有广泛的报道 中方的说法又是怎样呢? 发生社记者在22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发问 问到中国政府是否曾经雇用过安心 在境外开展黑客行动呢?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说 不了解记者所说过的情况 但作为原则中方是坚决反对 依法打击各种形式的网络攻击行为 这件事会不会继续发烤呢? 我们也会继续密切留意 和为大家报导 今星期的聚焦一周到此 再次希望收听我们的读者 可以连订阅订阅 或者用YouTube打赏我们的方法 去支持我们继续在地报导 下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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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